佳蓉艺莲 愛美博 愛美博 徐倫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佳蓉 我是淑倦 今天能夠來到這裡 真的非常非常的開心 我想對於我跟淑倦來說 能夠來參加這次演唱會 好像回娘家一樣溫暖 今天坐在這裡 真的讓我回鄉氣 在民國72年 我們在台北商專 即將畢業的時候 報名參加了大學成的重唱比賽 參加這個比賽改變我們兩個的一生 待會我們要唱的第一首歌曲是《八個娃娃》 這首歌曲呢 是我們當時未免成功的時候 所唱的那首歌曲 我們歷經了十五個禮拜的比賽 終於獲得很難得的勝利 同時呢 今天晚上我要特別介紹我們這兩把吉他 其實自從比賽完畢以後呢 這二十年來呢 我已經沒有再自彈自唱了 但是今天晚上 我還是把我陪伴我這個二十四年來 也是我唯一帶到我先生家的嫁裝 帶到台上來 雖然我已經不會彈了 但是我想把我們大學成比賽時候的場景 搬回今天晚上的國父紀念館 讓大家一起回到大學成的節目 民國七十二年 我手上 我要特別說的就是我手上抱的這一把 是我老公十年前送給我的 我特別把它從美國帶回來 就是為了這次的演唱會 OK 現在雖然我們沒有八個娃娃 但是我們也五個娃娃了 七歲到十七歲 恭喜我們吧 我問大姐幾歲了 她說剛好一世吧 問她可曾被請教 她說還沒有做茫茫 十三那年這月裡 十三那年這月裡 梅花開一方香又香 門前來了唐大媽 和她說被陪人家 一座紅紅的花橋 一座紅紅的花橋 彈著大街道花橋 你也期待她也讓 只看新娘鬧癢癢 看她如今真不長 一座紅的花橋 身旁繞著小娃娃 一座三四五六七八 把個娃娃叫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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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